因为车祸导致全身瘫痪的女童许询 经过干细胞治疗渐渐出现了好转 今天上午由妈妈办理出院了 医护人员全程陪同照顾她回家 许询的妈妈在网站上感信的贴文 目前干细胞治疗还无法通过人体试验阶段进展之前 她答应许询要接她回家来自己照顾 也希望国内的医疗主管机关可以正视病患的需求 为许询的健康找到一线生机